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月饼季了 这个配方的月饼就没失败过 香软会又快 滑纹清晰不翻遮 饼皮香软不开裂 非常成功 想要自己做月饼的朋友一定要锁死这个配方 记得收藏 因为每年都要用哦 碗中倒入140克月饼糖浆 5克碱水 50克油 充分搅拌均匀 盛入化的状态 再加入200克普通中筋面粉 拌匀 拌至无干面粉 再下手将面团简单揣匀 盖好保鲜膜 饧面一到两个小时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粒粒红豆的月饼就特别想吃 所以今天就做这个馅儿的月饼 碗中倒入自己做的蜜红豆 因为蜜豆都是粒粒分明的 所以要再加一些红豆沙来增加粘性 方便包制 为了降低甜度 豆沙我选择了无折糖的 拌匀至粘稠的状态 再把馅儿料分成60克左右一个 团圆 放到盘中备用 同样取出馅儿的平面 分成40克一份 滚圆 放到盘中备用 今天做的是100克的月饼 所以我选择了4-6分 案板撒一些面粉防粘 取一个皮面 擀成厚度约为2-4毫米的薄饼皮 放上馅儿料 扣过来包裹住馅儿料 再轻轻的往上推 最后收烤 撒点干面粉防粘 收口朝上 用月饼模具压出花纹 这样一个生坯就做好了 轻轻的拿起来 摆放到烤盘里 送进预热好的烤箱 上下火190度 先烤5分钟定型 然后取出来 表面再薄薄的扫一层鸡蛋液 再收回到烤箱里烤13分钟 烤至表面上色满意 即可出炉 看着小月饼 油亮饱满 滑纹清晰 饼皮也薄厚均匀 这是回油了两天的效果 是不是很漂亮 温柔绵软的饼皮 再配上沙沙糯糯的红豆馅儿 真的是爱死了 当然 饼馅儿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随意做 只要锁死这个饼皮的配方 即使是新手 都能一次成功 记得收藏哦 小心下次就找不到了